几天前安徽的张先生开车回老家 结果在导航仪的带领下 他竟然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了8公里 这把高速交警给吓坏了 中午11年左右高速交警监控显示 一辆这J排号的皮卡车在G15W长台高速新汤段 整整逆向行驶了8公里 一路上引得过往车辆频频避让 幸好高速交警发现及时将他带离了高速公路 原来皮卡车的主人张某是安徽黄山人 年关临近他想开车回老家 由于是第一次上高速对路线又不熟悉 就像同事借了一个导航仪 没想到上了高速后这导航仪连续出错 张某面临的是罚款200元即12分的处罚 依我看这位张先生在高速上逆行不能全怪导航仪 多半可能还是因为没有高速公路行驶的经验 年底买新车回家的人特别的多 这条新闻也给您提个